然后呢,我们来看吧,当我们拿到了这样一个映射之后啊,我这块又写了一些辅助函数 辅助函数啊,这个比较简单啊,就是我们要得到一个train的一个batch,得到一个test的一个batch 因为在我迭代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是不是有训练阶段,又有测试阶段啊 在不同的阶段当中啊,我们都需要把这个数据给它拿到手吧 咱们之前怎么说的啊,我先写一个feed editionary 然后呢,每一次传数据来的时候,我就实际的啊,给它get batch,get batch啊 每一次拿到一个新的batch,不就可以了吗 所以说啊,在这一块啊,我先是把我的一个train batch,还有test batch给它拿到手 怎么去做啊,就其实很简单啊,咱们就是把我按照我的一个引代的值啊 不断的去找合适的一个引代的值就合适了 然后啊,下面我要构造我的一个r模型了 这个r模型有什么意思啊,我的一个r模型就是刚刚给大家说的啊 咱们有这样一个低规升级网络 在这里呢,希望我们指定什么啊,指定的,比如说一个batch size啊 跟之前一样,不说了,lstm units,什么意思啊 咱们隐层的一个神经元个数 隐层是这样个数,跟基本神经网络一样 还是需要咱们自己给它指定出来 暂时认为它是64,就可以了 number class等于2啊,就是我们的一个 最终啊,要得到的一个分类,得到的一个结果 它是一个即分类的一个任务 迭代的一个次数啊,这个啊,大家到处自己指定吧 如果说你想迭代个1万次,那是1万次 10万次改成10万次就可以了 那我们整体的一个流程是长什么样子啊 整体的流程啊,就长这样一次 这样的样子,这是我的一个输入 我的一个输入啊,是做成了一个batch 然后里边呢,是我的一些数值 然后呢,我要对我什么啊 我结果是要由我的一个输入,得到我的一个labels啊 对,labels注入是一个batch 输出也肯定是一个batch label是什么啊,因为咱们是二分类吧 二分类对应于我要求概率值,是不是说 它要么是,就是label值 要么就是10,要么就是01 只有这样两种可能值吧 所以说啊,现在啊 我的一个输入数据啊 它就是长这个样子的 然后由我的输入啊 怎么样去预测我的label 中间就是我的一个地规神经网络了 咱们来看啊,首先指定什么啊 首先呢,就是把我的一个labels 还有我的一个input data给指定好 用什么指定啊 tensorfloat.placeholder 先指定出来这样一个站位服务 都是什么格式啊 然后这个,对于我的一个labels 它都是一个float 对于我的一个labels啊 它是这样的一个float类型 然后呢,就input啊 暂时给它指定了一个int32类型 其实啊,都也指定了一个float32 也是没有什么,也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说大家不愿指定啊 默认咱们按照float32是比较合适的 tensorfloat推荐的是用这个float32的一个格式啊 然后呢,一旦啊 咱们指定了当前的站位服务站位好了 接下来要做什么啊 接下来我要做的 还有这样一个lookup吧 跟之前啊,咱们讲的是一样的啊 就是,现在你是什么 现在你拿到的是这样一个batch啊 这个batch里边就是 每一条数据 咱们都给它做完了一个id映射了嘛 然后每一条id映射 我要去找了 这个id对应哪个向量 那个id又对应哪个向量 每个id都会对应一个向量吧 所以说啊,我还要去lookup啊 去查一下 输入,我们的一个参数什么啊 我们的一个参数 我们来看 一个是一个word vector 一个是我的input data吧 input data是一个batch 就是里边都是一个id 通过input data 这个id去word vectors当中 去找啊 我当前的这个id 对应的一个 vector对应的一个向量是什么 然后呢 我就得到了啊 最终的一个结果 相当于是 咱们有这样的一个 查找的一个过程 查找完之后啊 然后我们是不是要构建 我的网络模型了 构建网络模型啊 在Tunson Flow看来 就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件事 咱们来看吧 首先我要干净什么啊 首先我要构造就是 我的一个基本的rstm单元啊 它得长什么样子 这简单的方式 咱们只需要给它指定成一个默认的格式啊 默认格式 我们里边只需要传进来啊 就是它的一个rstm 它的一个隐层的神经元 不就可以了吗 这个rmquare 它这个api啊 就是更新了很多很多次了啊 这个就是我后来又改了一下 这个是当前这个版本啊 就是1.2版本 能跑起来的一个数据 然后这个Tunson Flow 是不是前一阵又更新了 更新到什么 更新到1.3了吧 更新到1.3之后啊 然后我简单看了一下这个文档 基本上是没有改这个rn这个模块 所以说 现在这个1.3版本啊 也是没有问题的 Tunson Flow啊 更新还是蛮快的 其实呢 一方面啊 是一个好事 但是对我来说 可能不是一个好事 因为对我来说啊 这个代码 我总要去改这个东西 这个api文档 经常会发生一些变化的 如果说啊 大家之后 比如说你之后 可能干到个1.5 1.6 它又改了这个模块 那其实啊 它只会改它的API这个名字 里边的一个参数啊 基本上是不会改变的 只需要改变一个名字啊 基本上就可以了 然后呢 一开始第一步 这是什么啊 第一步把我当LSTM 这样的一个 神经元的这样的一个cell 给它准备出来 在Tunson Flow的 Country模式下 二人里边 Basic LSTM Cell 把我的LSTM 各自拿过来 里边传来呢 就是我64个神经元 然后呢 在这里 我给它加上了一个 招包的像吧 跟我们之前的一个 跟我们之前啊 就是加招包的不太一样啊 我们这个RM模式下 有它自定义的 加招包的一个方式啊 用人家给咱们 定义好的一个方式 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来看 这个Dynamic RNN 用我当前的 这个Dynamic RNN啊 就是这个函数的功能啊 就是我们展开 我的一个整个的网络 构造我完整的一个RN的模型 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就是 一开始我们构造什么 一开始我构造的是 这样一个cellcell 然后呢 我Dynamic之后啊 相当于是给展开了 展开成了这样的一个完整的 所以说啊 当我们要去做这样一件事的时候 我们要按照这样一个规定来 先把一个RTM啊 门单元 不是门单元RTM 这样一个结构 基本格式使用出来 然后呢 再如果愿意加招包的 可以加招包的 然后再给它啊 用Dynamic RNN 进行一个展开就可以了 这样呢 我就得到了最终的一个结果了 得 用我们来看啊 就是说 当前这个函数返回了什么 返回的是一个状态值啊 我来看 这块写个V6值吧 写个V6值啊 你就可以想象成是 最终会有个输出吧 我们想要的也不就是最终的一个输出吗 所以说这块 它会给我返回出来最终的一个输出值 这个啊 这个啊就是我的一个啊 我的一个RTM啊 它的一个基本的写法是长什么样子 这个写法也就是跟我们那个Tunit4当中啊 官网当中有些很多实力代码嘛 基本上我们照着那个实力代码啊 去直接给它拔下来就可以了 这个是没有什么难度啊 只需要按照人家给它们定义好的一个标准啊 去构造我们的一个网络结构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的一个Dynamic RNN啊 就是它的一个函数啊 它的一个输出 就是最后的一个状态量 最后的一个状态量 就是我希望啊 还是需要把我最终的一个输出值 跟它的一个 再跟连上一个权重参数 得出来一个结果值 所以说啊 在这块 我又做了这么一项 又指定了一个VS和这样一个VIRUS 现在有什么 我的一个RTM输出来结果 又给它连上了一个全年阶层啊 是要做这样一个事 然后得出来我最终的一个结果 这个也是啊 咱们通常这种做法 让我RTM得出来结果啊 再连上一个最终点的结果 再进行一个映射啊 得到我最终的一个值 然后呢 在这儿啊 用Tensiflaya Geyser Geyser什么意思啊 去取它的一个结果值 取什么结果值啊 在这一块 我指定的一个值就是 我们来看Shape啊 Shape之后 Shape 0什么意思啊 比如说你输入是250 250的一个词 每一次它都是 这第一个词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个词 那我想取出来的一个输出值 哪个 我想取出来输出值 是最后一个吧 最初啊 在这个Geyser 相当于什么啊 相当于是我取的值 是最终的一个结果值 而不是咱们中间的一个结果值 把这个也给指定出来了 这个last 相当于是我最后的一个神经元啊 最后的一个这个ht 它的一个输出结果值 再乘上一个w 再加上一个b啊 得出来了 我最终的一个结果 是等于什么的 然后呢 我们就要去预测吧 叫预测啊 我用我的一个刚才啊 咱们指定好的这个weight 还有baros进行预测 就可以了 就可以得出来 我最终的一个结果了 然后呢 我这个accuracy啊 和我这个correct啊 跟咱们之前写法都是一样的吧 用tetherflow acmax以下啊 找我最大的一个值 拿出来就可以了 accuracy啊 算我平均的一个精度 就可以了 然后呢 这一块啊 就跟我们之前是一样的吧 我的一个loss 我的一个啊 咱们的优化器怎么写啊 都是跟之前是因为日 因为样了 这个咱们就不说了 然后呢 操算数啊 操算数当中啊 我们还是有一些可调的 其实影响最大的什么 影响最大的就是我的一个学习率了 学习率啊 咱们通常情况下 让它偏小一些是比较合适的 而且这个adm啊 它会给你自适应进行调整 学习率会随着你叠在次数增加而减小的 这个是adm它的一个优势 所以说啊 我们通常情况下啊 要设置的稍微小一些 然后呢 还有些其他什么指标啊 我的一个rtm单元的单元的一个数量啊 磁像量的一个维度大小啊 这些啊 都是我要考虑的一个因素 如果说啊 你写这样 让你的模型更复杂一些 你可以啊 就是用谷歌那个嘛 300尾的一个向量啊 这个维度比较大 但是速度啊 肯定会稍慢一些吧 尤其是训练网络的一个速度 咱们做这样一个案例啊 做这样一个demo啊 用一个小的维度 基本上就可以了 用化器啊 SGD啊 这个这个东西 没办法说啊 到底用什么去好啊 只能咱们去不断经常试 adm啊 现在在tenderfra当中啊 是用的是最多的 还有就是rtm它的一个数量吧 这个 这个啊 就是跟我们之前说过的 也是一个类似的 这个咱们就不说了 然后咱们还有这样的一个 磁像量的一个维度 磁像量的一个维度啊 就是到底是几百啊 这个到时候按你自己的一个定义 就可以了 然后呢 在我训练当中啊 训练是跟之前一样的 这个啊 我就也不用给大家一个记住了 简单看一下吧 在这里啊 再次点转一下 我们全局变量出的话 然后呢 我们来之前定义过一个函数吧 叫做一个get的一个trim batch 还有get的一个test batch 在这里啊 就是你可以自己指定啊 就是咱们每隔多少次啊 进行一个测试 比如说 每迭代一个1000次 然后测试一下啊 当前的一个结果是长什么样子 然后呢 你可以把测试结果打印出来啊 就是第几次迭代啊 然后当前loss啊 当前的accuracy啊 分别是等于多少的 然后呢 你还可以指定就是模型的一个保存啊 如果说 比如说咱们迭代5万次 迭代5万次啊 我想把这5万次 每隔1万次进行一个模型保存 所以说你可以写百分号吗 百分号个1万等于等于0啊 然后它就是第1万次吗 这块就是为什么i不等于0啊 就是一开始第1次的时候 0的时候 或者说第1的时候啊 咱们的是 就是0的时候啊 0 因为0百分号0也会等于0 所以说 咱们让第1次开始的时候 它是不进行一个保存的 保存的时候 你可以指定一个 咱们的一个保存的一个路径 然后你可以加上这样一个 global step等于i 现在为什么 global step等于i啊 它的意思就是说 当你就是训练好这个模型之后啊 你的model保存下之后 它会加上一个-1万 -2万 -3万 -5万 先告诉你就是 你这是第几次模型的一个结果啊 通常我们是要加这样一个global step的 要不然最后你都忘了 这是第几次的一个结果 那现在可能有同学问了 咱们直接保留最终的一个结果 就不可以了吗 你保存5个模型 那我要的 要用的不还是最后一个吗 虽然说啊 咱们就是基本上用的都是最后一个 但是最后一个一定更好 一定会比倒数第二好吗 不一定啊 这个东西 因为神经网络有过你和风险 也有一些其他的影响 这些东西都不好说啊 没准三万次要比五万次好 两万次要比三万次好 这些啊都说不准的 那最终就要怎么办啊 你把每个模型 比如说每一万次 这两二三四五 二三四五万次都拿出来 实际的你再找额外的一批训练数 测试数据 然后再测一下它的一个结果啊 这个也是一个可以的 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 咱们最终的一个结果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我的一个网络的一个训练吧 在网络训练当中啊 第一次第一千次迭代的时候 Accuracy啊 这个值 Loss值是偏高的 Accuracy大概是0.5 跟这个梦是差不多的 然后随着我迭代的一个进行啊 两千零次三千零次 随着我迭代的一个进行啊 我的一个Accuracy值啊 它在逐渐进行一个增大的 这个就是我给大家看的一个 我训练结果 然后呢 大概到个一万次的时候 哎呀 突然发现了一个奇迹 我的Accuracy啊 大概能达到1.0了 也就是这块是吧 可能过你一块的风险是比较大的 然后这块打印一下 我们把Model啊 进行了一个保存 然后随着我的一个迭代 我的Accuracy啊 在不断的上升 基本上到咱们的一个三万两万多次的时候啊 Accuracy就非常非常高了 基本上是约等于咱们的一个百分之一百的一个值了 这个啊 就给大家从整体上看了一下啊 随着我这个网络迭代的一个进行啊 然后它这个啊 咱们的一个Loss 还有它的一个Accuracy啊 它的一个变化情况 Loss值啊 我们来看一开始是一个0.6G吧 一开始这个Loss值为什么这么低啊 因为咱们现在只有两个类别嘛 类别越多啊 你的Loss值像就是初始Loss值也肯定也会越高的 然后最终Loss值啊 大概是0.0几 非常小的一个数 得到了它当前的一个Accuracy啊 它的一个精度是等于多大的 然后呢 你可以基于你的一个精度啊 去画这样一个图 就是可以画咱们一个这样的一个啊 这样一个折线图嘛 把你的一个结果表示出来啊 这就是我随着我迭代的一个进行啊 它的一个结果是长什么样子的 这个图啊 是之前画之前跑那个一个十万次的一个结果啊 然后我一直就一直也一直也没动 然后到时候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一个结果啊 去画咱们自己的图都是可以的 然后这是AQC啊 这是还有它的一个Loss值啊 Loss值也是在逐渐降低吧 最终啊 取近于咱们的一个饱和状态 那这个啊 就给大家看了一下啊 我们的一个用LTM啊 加上我的一个TensorFlow啊 加上WorldWater怎么样去做 咱们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分类的一个任务 然后做完这个任务之后啊 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要是不是把刚才的模型可以保存起来了 保存起来之后 然后我要把要用这个模型去帮我做 要帮我做新数据的一个预测的任务吧 那这里啊 我们看这模型怎么样 模型也不错吧 因为已经收敛了啊 咱们准确率也是偏高的 我测试的都是咱们的一个Test数据级的一个准确率啊 并不是咱们训练级的一个准确率啊 可以看这块就是在这里就是我来看在这块它是什么 这块我来看我的input data就是在哪去了 等一个gettune的一个batch 我记着我这块我改过了 改成了一个啊 这块还没有改啊 这块其实的话 我们在这块应该在做这个batch的时候 再做一个稍微调整啊 应该把我的一个这个batch改成一个gettest的一个batch值 不应该啊 用我的一个tune的一个batch去做 tune的batch可能偏高一些 正常啊 咱们应该用这样一个test的一个batch 这块是我稍微的一个忽略啊 所以说咱们这块应该再写一个东西 就是netherbatch等于什么 它应该等于get咱们的一个testbatch 我还没有加上这个东西 那最终啊 得出来了一个结果啊 我们看这个结果其实还不错的 然后呢 我们怎么样去用我的一个模型做东西啊 在我session当中啊 tune server了啊 把我的session调出来 然后呢 我session啊 session点就是在我的session当中啊 把我的一个saver先实力化出来 用saver去restore一下 restore啊 我当前的一个tune里边啊 我们来看里边什么 last checkpoint啊 它就会根据你的一个时间的一个记录 找出来啊 你最终的一个模型是什么 比如说下载下来啊 这是我最后一次训练啊 得出来的一个模型 有了一个模型之后啊 然后咱们可以在这块啊 再进行一个test的 其实啊 在这块进行一个test的时候 就是最终的结果 那我们之前在显示的时候啊 正常情况下 一开始我们要把数据啊 分成三部分 一个tune data 一个valuedation data 一个test data 这里我少分了一个valuedation data 咱们正常应该再去分一个valuedation data的 然后这块啊 就看了一下啊 get一下testbatch 然后在testbatch下 我的语训就是得到了一个结果 因为我要算的是 就是相约交叉验证嘛 所以说叠代了一个十次 看了一下十次结果 十次结果都不一样 有的偏低啊 大概70% 有的偏高 90%多 这个就是我test的一个结果啊 跟tune的一个结果 还有些差异吧 tune的结果都是比较高的 但是test的呢 它就是不会那么高 因为啊 咱们这个时间网络 过你壳的风险是非常大的 这个网络模型啊 是最基本 最基本的一个网络模型 到时候呢 大家也可以按照自己的一些想法 在我的这个LTM网 整体的网络加入当中啊 你可以 按照你的一种想法 就是发微信用力嘛 随便的去改一些参数 加上一些层啊 加上一些东西 看准确率能不能提高啊 这些啊 都是可以大家自己 进行一个尝试的 那这个啊 就给大家讲了一下 我们怎么样用我们的一个 咱们的一个RTM网络啊 去做啊 咱们一个非常基本的 这样一个二分类的一个问题 其实呢 这是一个二分类问题啊 大家完全可以把 这样一个二分类问题啊 转换成咱们的一个 多分类问题嘛 直播说你这个label 就更多了一些啊 这个就是咱们今天的这个 RTM啊 进行情感分析的一个案例的